記警戒還沒有結束 卻還是有民眾不甩規定 不戴口罩 在花蓮的佐西鄉 有一名王姓男子 因為貪圖方便 出門的時候 沒有佩戴口罩 遇到警方稽查 王姓男子還一度布滿 警方開單和遠警 爆發了推擠的衝突 畫面上可以看到 王姓男子是不斷的 和警方求情 他聲稱自己是 要去山上游泳 才沒有戴口罩 看見警方要開單 他還一度拒絕簽名 不過最後還是被警方 依法開單了 也因為最近 花蓮縣確診案例中 大多數都是屬於 家庭群聚造成的 因此花蓮縣警察局 也加強宣導和稽查 呼籲民眾出門 都要把口罩戴好